接下来为您播出夜线 他是邻居眼中的慈父 却又是打死亲生女儿的凶手 就感到很正经 好好的一个人 平时不这样的一个人 怎么能下手怎么动的呢 一顿普通的晚餐 为何会引发一场家庭悲剧 一个是如鱼 一个是心事 这么说他女儿喜欢吃两菜 我就是父亲给贴度了 贴度了 一线我亲手打死了自己的女儿 马上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夜线节目 今天的事件发生在南京 一个用自己的全部身心去疼爱女儿的父亲居然打死了自己的女儿 一起来看 2014年3月18日晚上10点多南京市一个小区外的小卖部里老板娘正在收拾东西正被打烊 他就自己就跑过来 跑到这里门口 门口是已经跑到门口已经感觉已经站不直的感觉了 就喊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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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就帮帮帮帮帮帮女儿上去 跑进小卖部里的人是住在小区里一个姓正的男子 事情来得突然 老板娘和丈夫顾不上戏笨就赶紧嘴正某跑进小区救人 女孩很快就被送到了南京市第一医院进行抢救 晚上11点半左右 南京市青怀区警方接到了医院医护人员打来的报警电话 警方到达医院后发现 报警电话中所说的父亲正是正猛 小女孩的父亲是在旁边过道 当时我印象中他是拿着毛巾不停在擦汗 也不知道是雨水还是汗 然后在那不停在自责 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然后不停在抽烟 一根接一根 19日凌晨一点钟 抢救室里传出了一个噩耗 我们到医院看的时候 这个呼吸机包括心电筒 已经表示没有生命体振 医生看的时候就能宣布已经没救 尽管医院努力抢救 但一切都完了 在抢救室外不远处 正矛盾在地上情绪十分低落 反复提到说我打死 说我打死 说我打死 然后我们再问说当晚是不是他一个人 他说是他一个人 正宝不停地说 女儿是被他打死的 这样的话让现场的办案民警和医护人员都难以置信 难道女儿真的是被亲生父亲活活打死的吗 从事件报告来看呢 来看就是小女孩多处就皮下组织出血 包括这个进行开路以后 这个炉内也有多处出血点 然后各种打击 并且是一个长时间的打击 造成她的肺部慢慢衰竭致死 郑毛说当晚只有他和女儿在家 他也没有想到家里普通的两衣杆 竟然会成为打死女儿的凶器 他当时是拿家里的房间那个晾衣服的那种钢管 就是中空的那种钢管 他把这个大概有一五场 他经过对折 把钢管这个折成像两节并一节 拿手上对他女儿进行这个抽打 对后背下肢进行抽打 最后进行试解上面也很明显的 这些抽打的痕迹都有 案发之后 民警在郑某家中找到了这根钢管 也在屋内好几处地方提取到了血迹 在进一步的询问中 民警还了解到 事发当晚 父亲郑某提前买菜 在家中做好晚饭 准备等女儿回来供进晚餐 当时他们说好 就是等他女儿回来吃饭 并且要为他女儿烧几个他爱吃的菜 后来我们在安法以后到现场 发现桌上的确有四个菜 然后还有两个菜 一个是鱿鱼 一个是鸡翅 也就是郑某说他女儿喜欢吃两个菜 这两个菜需要现炒 也需要等他女儿回来以后才能做 在进一步的搜索中 几乎所有认识郑某的邻居都说 郑某平时很疼女儿 是一个儿女心很重的人 就感到很震惊啊 奇怪啊 怎么回事 真好好的一个人 平时不这样的一个人 怎么能对女儿这么下手 这么重的呢 他的邻居也说 这个小孩长得还是很神奇的 也很漂亮 嘴巴也甜 对街坊邻居经常打招呼 见人就笑 有时候也会帮他爸爸 去小卖部买买酒了 买点烟了 家里的油盐酱醋了 所以邻居看来 这对妇女其实是挺好的 郑某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父亲 为何邻居眼中的慈父 会变成了打死女儿的凶手 原本妇女间 一顿稀松平常的晚餐 又是如何演变成一场 家庭惨剧的呢 但凡有人劝劝 在旁边拉一板 也不至于打死呀 这边这孩子妈哪儿去了 这男的呀 估计不会被判死刑 可我看呢 还不如枪毙了他呢 有这么一段经历 他以后那日子还能过 这爸爸呀 他肯定是喝了酒了 要不就是遇到什么事的 哪有当地的这么大孩子的 要不就是不正常 哎呦 这爸爸教育闺女教育不好 真是不行 我刚在新闻里看了 也刚刚发生在南京的事 也是这么一十四岁的小姑娘 在马路上 把他爸抽大嘴巴 一抽抽十几个 他爸一声都不敢吭 后来警察都来了 一调查怎么回事啊 说也是爸妈妈离婚了 爸爸带闺女 特别疼闺女 爸爸到南京来打工啊 坚决让女儿辍学也不上学了 也带着来南京 然后说外头乱 不许出去 不许跟人来往 别让人欺负了 天天把这闺女 往家里一割索无脸 这闺女就跟做监狱似的 孩子本来就很压抑 然后这爸爸呢 喝多了酒 有时候还打孩子 孩子可能就忍不了了 专门有一天 在大马路上就抽了风漏 拳打脚踢 跟他爸爸打了滚了 后来警察调查完了 说要这样的话 这爸爸不适合带女儿 最后做出的决定 是把这个女孩 送到他姥姥家去 让姥姥带 爸爸每个月 给付点抚养费 我看这倒对 俗话说啊 虎毒不食子 我看了一新闻呢 忒感人寒心了 实验是一当爹的 做生意亏了一百八十多万 怎么想啊 怎么觉得就活不下去 后来呢 赶上有一天老婆不在家 他姨儿喝了半斤酒 又开始犯窝囊 想想啊 自己要是没了呢 儿子才五岁 又被人欺负 就决定啊 带孩子一起上路 就朝这孩子 就下了毒手了 可是等孩子没气了 他又舍不得死了 你说这算什么人 这当父母的呀 其实照顾孩子 不能做太多 有的时候做多了 这反倒不行 我记得很多年前 有这么一个故事 说这个 那孩子还小呢 不到一岁 这个爹妈呢 带着孩子看病去 里三层外三层的 给人包起来 结果到医院呢 其实已经生生给憋死了 这个父母啊 要是做的太多了 他难免就会出问题 那不还会出大事 欢迎这事啊 鸡嘴大事的议论 还多着呢 我们在南京市 秦淮区看守所 见到郑某时 他给我们还原了 事发当天的经过 可是我等他吃饭 我都没吃饭 我一直在开了电脑 这一遍 完了电脑一遍 在等他 联想起前几天发生的事情 等待太久的郑某 一个人喝起了闷酒 那地方呢 因为他开学 五天不去报道 我只往他上学呢 然后学校的班人 教导师 叫我到学校去 我为他请个假 把工作也对了了 所以有这些事情 我才会下痕运 打打的 要不然 我怎么可能打他呢 陶穴一周的女儿 回家之后 不肯认错 气急败坏的郑某 拿起家中的 两衣杆 打了女儿 只把女儿 打到吐血 郑某才猛然意识到 情况不妙 可一切都为时已晚 要把你们那 判我死刑 尤其是刑 我都不会上市的 看他小女儿在外 都没有服务 我小时候本人 就没有服务 前面打的女儿 小时候就没有母 我就是服务 给太多了 太痛大了 郑某曾经有两段婚姻 在与第一任妻子 离婚后 郑某争取到了 女儿的抚养权 而与第二任妻子 离婚之后 小女儿 是和母亲 一起生活的 而现在 留在身边的这个女儿 竟然被自己 亲手打死了 前段时间 我叔叔来 男儿到我妈 我小儿讲 都是去管的 我管什么 我管 我都跟小儿子 这样讲 对不对 都有底线的 不允许离婚的 就像我们在里面 有地方是经济性 是不能越超越的 那我发问了 成见难关 那里有什么好的办法 在郑某眼中 女儿小时候乖巧懂事 然而进入青春期后 女儿却越来越难管教 从大年初上开始 小孩跑出去 三天三夜 然后后面 一连续两次离家出世 你说我这个州父亲 你怎么 开学报道了 五天了 给他们学校老师 在王八里再抓回来 你说讲我什么吗 一次一次的 第一次我是跟他好好讲 我没有打他 当时他妈妈 包括他奶奶都害怕 我肯定要 教训教训 都在背后讲我 你不能这样 想你一大小 你要跑了 你跟那个 多用点方法 我就好多用点方法 这个小孩 导致立法心理 好像认为是 我胜利了 当时在家里面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 他家客厅那个挂历 挂历上面 从当时发案是3月18号 我从1月1号 当年1月1号 看到3月18号 这个证文 大概写了 有两到三段话 大致内容 说女儿 这个又不听话了 又没有去学校 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叫女儿 向她保证 以后怎样怎样怎样 逃课 网规 跑网吧 成了家常便饭 对于父亲的管教 女儿通常是 表面答应改正 之后依旧我行我素 我都跟她讲了 我说你真理爱漂亮 我说行 你把孕育搞好了 对不对 两门足够的 你搞好了 爸爸负责 在你搞到空城里 然后 这边找的关系 我都给她看了 我都用这种方式来促进她 你一般给人家 就把这个手机 往这个手机 你学习成立本丁了 爸爸立马在这买苹果 笔记本 我就把研究全都接得到 我先用这种方法来计划她 考不了上天 最多一个礼拜 你把自己也讲 无议说 第一话 现在无议无议控制不了自己 然而 这种物质上奖励 并没能达到 正谋预期的效果 更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一次无意中 翻看女儿手机时 竟然发现 有一名二十多岁的男青年 常常给十三岁的女儿 发来暧昧短信 她是从她女儿的手机 她的QQ聊天记录里面 发现有这么一个男孩 她认为 这个男孩和自己女儿 关系好像交往过于密切 不太正常 第一个安全 第二个 你一个小女孩 这位的整夜不回家 你这位的 你干嘛 头脑一紧 二十八年年 我不就这样子吗 那个密码失失去的女孩 她要是往那夜里 她就回家了 或者九十年钟 十一年钟 她就回家了 我也没有这件事情 女儿的早恋 触动了郑某心中 一个近三十年的隐痛 在她十六岁的时候 因为强奸幼女 被判两年的有期徒刑 这个经历 对她来说是一个很 非常严重的一个事件吧 当时只有十七岁的郑某 跟一个女孩谈恋爱 在不知道对方的年龄的情况下 两人发生了性关系 因为对方不满十四周岁 这一段在她眼里的正常恋爱 成了犯罪 之后 因为这段不光彩的记录 郑某很难找到工作 在郑某看来 她的人生 就是因为早恋而毁掉的 她自己呢 供述过 在前几年 见过一次 这个女孩 就是八六年 犯强奸幼女罪的 这个被害人 她自己想呢 觉得这个女孩过得不好 在一家超市 做一份普通的工作 好像呢 也没有孩子 她跟我们说 这些的想法和目的呢 其实也是 向我们表达 这件事情 对这个女孩有伤害 而且这种伤害 是一辈子的伤害 她就想通过这件事情呢 表达出 她对自己女儿的一种担心 害怕自己的女儿 因为也是处在这个青春期 叛逆期的年龄 如果是交友不慎 碰上了一个男孩 如果是说 也和别人在一起 第一呢 让别的男孩 要承担一个这样的罪名 第二呢 也害了自己 郑某担心 女儿的人生 会重蹈覆辙 误入歧途 她曾偷偷地找过 那个和女儿交往的男青年 希望她不要再和自己的女儿交往 但这件事 很快就被女儿知道了 那后来小的 他肯定问她 怎么老回避她的 小男孩 恐怕就把这个事讲了吧 那小孩离家出走 离家出走三天三夜之后 女儿回家了 郑某没有选择和孩子 好好谈一谈 而是采用了更加极端的方式 因为女儿离家出走了 她找过同学 又确认 女儿没有到这个女生家里去住 所以她觉得 是不是女儿失身了 这是她最大的担心 我给我妈钱 我说带她到医院去 带她检查 其实目的是什么东西呢 你不能失去症状 你怎么嫁人啊 她说 到了父母 我妈打电话过来 说没有这个想法 我说老妈 我说 你不是这个 然后给她敲警钟 她的想法是 给女儿一个提醒 但是孩子的心里 这个年纪的青春期少女 她的心理状态和她刚好是相反的 她会认为 这个是对她的一种侮辱 一种不信任 所以呢 这样的事情 在小姑娘看来 她也不能容忍 所以当时她跟奶奶吵架 把她推倒 自己又跑了 再一次离家出走 女儿一次次离家出走 也一次次激起了郑某心中 各种不安和恼怒 3月18号案发当天晚上 郑某再次接到学校老师 打来的电话 说女儿又逃学了 一个单身父亲 一个叛逆女儿 一根钢管 嘴中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 过去不是传统的说法 棒打出孝子 不打不成才 等等 这些都是家长 关心教育孩子的 实际上是一种误区 正确的是应该以科学的 正确的教育引导 鼓励孩子来健康的成长 认为是自己家庭的事 清官难断家户事 是不胜确的 咱们通过这个案例 也可以看出来 家长对孩子施加暴力 他的出发点 当然我们肯定 但是这个方法 是对孩子身心的一种 极大的伤害 一旦失手 造成不可挽回的恶物 观众朋友正在直播夜线 我们今天再谈 发生在南京的一起 爸爸打死亲女儿的事件 到场嘉宾情感问题专家 毕金银女士 教育专家冯国强先生 欢迎两位 这个爸爸呢 真的是疼女儿 我们采访的时候 碰到过那种 打孩子特狠呀 卖孩子那种 那个是爸爸很冷酷 对孩子没有感情 这个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离婚的时候 是爸爸自己 争取来的女儿的抚养权 很少有男的 愿意主动争取孩子的抚养权 他带孩子 这么多年以来 所有的人都知道 他把自己的全部慎心 经济情感 所有的能力 供奉给了这个孩子 比方说 想尽办法让孩子进好学校 为了让孩子能在好学校 上学还能近点 别那么辛苦 他经济上一点不富裕 但是要在学校门口 再租一房子 然后孩子吃饭 每天 孩子是点菜的 我明天要吃什么什么 不管多贵 我吃虾 现在虾60块钱一斤 爸爸省吃俭用 一定被给孩子吃到嘴 这个孩子 就是被打死的那个当天 前一天孩子点的菜 是要吃鱿鱼和鸡翅 爸爸不仅备了鱿鱼和鸡翅 另外自己主动加了四个菜 就给一个小女孩做饭 一顿得做六个菜 你就知道 这爸爸有多疼这闺女的 但是不可思议的是 他怎么可能就把这孩子给打死 听上去是不正常的 对不对 因为没有人这样做 所以其实你说是疼他 是爱他 我觉得这个应该用 比如交纵 而且可以叫做交纵无度 其实是 我前一段时间 遇到一个同样的这种案例 父亲的工资是按天领的 其实生活很拮据 就是打工的 打领工的 把孩子惯到什么份上 对孩子上初中一年级 每天要坐出租车上学 而且不是自己去打车 要把要父亲把车叫到家门口来 然后叫好车了请出去 然后出事的那天 少爷您的车来了 姑娘 也是个姑娘 也是个离异了以后的 就是对着这个青春期的这个孩子 然后束手无策的这么一个父亲 然后这个孩子就说 我有一天在出事的那天的时候 然后也是早上起来不肯起床 过了上学的点了 父亲开始催 然后孩子一睁眼 先问车叫好了吗 然后父亲说催叫来了 然后这孩子眨眨眨眼 说今天我不想上学 把车给我退了 然后父亲就一阵求他 然后这孩子可能是没睡醒吧 就说你怎么那么烦人啊 你赶紧快点出去 你滚出去 这一句话 父亲过后等出完事了 父亲就说 我当时其实就是只是觉得 我这么疼他 他怎么能跟我说这种弯心的话 上级就把孩子给撒死 是吗 就是同样的事情 都是就是你听上去 前面的所有的容忍 根本就是忍的是常人不能忍 所以他会有这样的事情 到爆发的时候变得特别可怕 完全失去控制 对所以这种 像这种案例 就是听起来都让人特别难受的 但是我们觉得倒推回来看 就是每一个做家长的人 他往往是他付出的越多的时候 他期望的回报就越多 然后没达到标准 他的失望就更多 然后一旦遇到 我的对你那么好 对 那你看我就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然后他如果有遇到问题的 就会出大事 然后我觉得这个故事 其实给我们的更大的一个体发 就是家长在培养教育孩子的时候 更多的 其实他不小心 或者不自觉的会带有自己的成长 经历的烙印 这附近就特别明显 实际上他对孩子的很多期望 他的很多担心 都是跟他自己的经历有关系的 他完全没有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看 所以这是一个一定要走出来的一个误区 我知道冯老师说的 家长带着个人的烙印教育孩子指的是什么 其实我正想跟观众再一次做这个谱法 就是与未成年女孩 未成年的标准是14岁 与未成年女孩发生性关系 甭管是不是女孩愿意 一概叫强奸 都判刑 刑是犯罪 不是民事纠纷 我们在采访中碰到很多起这样的事件 十七八岁的男孩或者二十出头的男孩 交了个女朋友 也没弄清女孩是多大 然后俩儿好了 认为是你请我愿 最后发现女孩不满十四周岁 然后男孩强奸判刑 那么这个案件就特别典型 是姑娘的爸爸当年干过这事 就是自己十六七岁的时候 跟一个不到十四岁的小女孩好过 出了这个事 他自己吃了官司被判了刑 而且还不仅如此 实际上还有一个背景是 多年之后 这个父亲去看了一下 就是当年跟他好过 出事的那个小女孩 发现那个女孩一生活的不好 非常不好 就是俩人都受害了 俩人全被害了 爸爸心里有一个深深的阴影 就是当女孩自己的闺女长大之后 就是绝不许跟大一点的男的好 你绝不许走那个女孩的不幸的老路 你也不许害了那个男的 让他跟我似的 就是把自己的这痛苦投射到还不寻 然后他就极度不信任 他越不知道为什么 他越这样 他闺女越跟一个大的男的好 他越说越不听 那这个爸爸能想出的唯一的办法 就是他是一男的 他也没办法 他就让孩子的奶奶 带孩子到医院去查处女膜 孩子当时就翻了脸 从此就开始离家出走 他就更管不了了 而且特别悲惨的是 就是这个爸爸坚信女儿 可能是出了这个事 所以才怒火中烧 所以才拼命的打 其实到最后检查了 女孩什么都没发生 什么都没干过 是爸爸都心了 所以这种事就是一个注意的问题 我们说教育的时候 无论是教育者还是被教育者 就是你盯住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对吧 大家就会往那个方向发展 你比如说有的孩子 他学义不好 碰到一个好老师 对吧 然后他老是夸 他喜欢那个老师 他就会把那边课程 就会努力 就会学得好 你就往那个地方暗示他 你老暗示他说你会出问题 你会不会在家出走 结果他就反过来 实际上就等于是不小心的 反过来反倒引导了他 你等于老暗示他的注意力 往那边放 对对对 这是不是就是 其实我们也一再碰到这种事 就叫家长都有这个心理 叫怕什么来什么 就是我们做人不光是家长 就是你越担心 天天想着别这样 别这样 一定给你来这件事 但是实际上这个女孩 她并没有来这个 最终证明她是没有问题的 而实际上我觉得在这个 就我们遇到的这个案例 它是一个很特例的事情 我是认为实际上这个孩子 首先父亲有那样的 这个这个这个 他少年的这种伤痕 他并不适合带女孩 爸爸不适合带女儿 对 而且呢我也要在这儿 再给大家普及一下 就是如果你们两个人的日子 过不下去了 夫妻两个人日子过不下去了 尽量把男孩给父亲带 把女孩给母亲带 这样党量它比较方便 就是我们不是让自己的儿子 跟着一个女人 学走男人的 包括到了青春 很多这个性的问题 对 他跟女儿都没法沟通 他没有办法 确实有这个性别的这个差别 对 那说到这儿 我们就会是说 他们家确立一个重要角色 母亲在哪里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郑某打死女儿的案件发生之后 南京市秦淮区检察院 专门负责 未成年人保护的刑事检查科 也对这些案件相关的背景 展开了调查 有我们家长的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呢 也有一些家庭呢 他在一些家庭的因素方面 他是有缺憾的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 就是案发当晚 小女孩被送到医院的时候 就郑某给小孩的妈妈打过电话 她没接 之后呢 又给她发了一条短信 说孩子快不行了 你赶快到医院来 看她最后一眼 后来发完短信之后 因为警察到了 就把她控制住了 后来小女孩的妈妈到了 到了之后 看了孩子最后一眼 后面的这些事情呢 包括女儿的后事呢 她自己在跟警察的这个笔录里面 她是说全权交给女孩的叔叔来处理 她就不出面 在处理这些事情了 十年前 郑某与第一任妻子离婚之后 随着婚姻关系的解除 母女之间的骨肉之情 也似乎一同解除了 孩子的母亲基本上没管过她 因为在她和孩子妈妈离婚之后 当时孩子还小 不到两岁 之后就一直是她自己带着 让自己的父母帮忙 就是爷爷奶奶帮忙带着 后来孩子长大之后 女孩呢 青春期又处在特殊的这个身心发育 比较快的这样的阶段 可能很多话她不好讲 所以也跟孩子青春妈妈商量过 说你来教育她 让她跟着你生活 但是这段时间呢 持续时间比较短 我听她说的呢 好像孩子在自己妈妈家里 多接触她希望通过母亲的借助 缓和紧张的关系 但母女之间长久以来的疏离感 让问题变得越来越糟 因为孩子呢 从来就没有跟她妈妈一起生活过 那长大了 再跟自己的妈妈在一起 她的 我觉得这个少女的这种心理会比较微妙 觉得你从来没管过我 这个时候你又跳出来管我 肯定不愿意听的 再加上她自己 性格上 她又比较贪玩 所以当妈的再多说几句 她会觉得 她没有资格来讲她 这个青少年 她在青春期 她是一个独特的人生 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成长时期 她在这个时期 她的心理 她的生理 都发生了特殊的变化 这个应该是作为一个 专门的学问来研究的 说到解析极思广益 观众朋友正在直播夜线 就是总体看来 这个女孩并不是那种问题少女 惹是生非的那种 其实这女孩一直就是一普通女孩而已 但是她父亲也说 就非常奇怪的是 她就是最近这半年 忽然这人就变得特别 就特讨厌 特别不听话 算了都不成了 什么去网吧了 不学习了 不上课了 离家出走吧 你越不让跟男的 他来往 他越来往 就是为什么会在半年之内 他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这个小孩其实所有的问题 如果我们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总结的话 就是他突然就变得特别没有规矩了 而且他这没规矩的 指向的都是比较有权威感的 比如学校 比如老师 比如父亲 那过去我们也曾经讲过这部分知识 就是凡是让大人感觉特别没有规矩的孩子 其实是俯权 他不确认 对一个孩子的成长来说 是父亲的权威的确立 才能让孩子长成一个尊重规则的人 他会遵守公许良俗 你能管得了他 你能约束得了他 这孩子就明显的是不能约束 比如像逃学这种事情 二说初一一个女孩子 逃学五天 而且是在开学阶段 这个听上去都是很不一般的事情 就是说这个父亲的权威形象完全失败了 是 就是这个孩子完全不认同他父亲的这种权威感 那我们再反观这个父亲 父亲会说 比如我说他 我鼓励他 不管怎么着 我约束他的话 能坚持五天 没长性 但是你又看这个父亲 比如他说 我为了这个孩子学习好 我会戒烟戒酒 但是最终他出事的那天是因为喝多了 然后我相信就是这么骄纵孩子 就每天晚上要给孩子开一个席的这种父亲 应该也是很容易 比如说孩子调皮的时候一股子气上了 然后一撒娇 这个父亲就会 就是这种 这个自己没有什么底线的 很容易被突破的这种父亲 所以孩子不尊重他是从这开始 通常父亲权威不建立是因为 比如父亲对孩子不好 孩子不接受不信任你 但是这家不是 父亲对孩子非常好 您觉得问题是 这个父亲做的特没原则是吧 想一出是一出 对 灌起来怎么着都成 不乐意了 翻了脸了 就又不成了 就像父亲当时不是在这个小片里 他说了一句话 就是比如我管教他的时候 然后我后来想我 我别这么生硬 我换一种方法 因为有奶奶干预 于是孩子感觉像自己胜利了一样 这个我 我觉得这个父亲其实是很形象的描述了 女儿和他之间的这种互动 就是他经常不顾底线 向后退 然后让孩子觉得 他是不是在宠爱自己 而是软弱可欺 所以我觉得 孩子的成长和教育 它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 从出生就开始了 包括从早期 幼儿园 小学 到了青春期 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到这个时候 他一定是要远离家长的 是要摆脱你的束缚和控制的 那么在这时候 你越抓得紧 他就越要跑 这时候你这个尺度 要掌握得非常好 另外一个角度 我觉得在青春期进入了以后 这个孩子 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 他对于伙伴的这种认同 会远远的超过对于父母的认同 所以他跟什么人来往 别的伙伴对他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会比父母影响更大 这两个是需要在一起PK的 还有一个 就是小孩 其实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在他整个成长的过程中 恐怕没有一个近距离的 他可以认同的女性的榜样 所以他做女孩子 做的也不大成样子 就是这样 这个十三四岁的青春期的孩子 不听话起来 确实有一股子 非常让人恼火的劲 这个爸爸是说 那天就是他打死孩子那天 当然他也是喝多了 他也是气疯了 但是同时呢 就是这个女孩 爱打的时候 既不求饶 也不认错 也不 哪怕稍微表达一下 对他爸的感情都没有 青春期的特点就是这样 特别热绿的脸色 用斜着眼 棱棱的他爸 他爸当时就疯了 就完全被激怒了 这是这个岁数的小孩 跟家长发起标来的一个特质 是吧 原本是会这样 就多多少少有一些这样 但是如果过去的互动 是彼此可以尊重的 然后父亲也是有权威的 他不会是那么严重 那我觉得这个爸爸特别可怜 他真的是可怜 因为出了这个事之后 你刚才听他说 他恨不能自己赶紧给毙了 就判我死刑 立即执行 我绝不上诉 就干了打死最疼爱的孩子 他是不想活了 但问题是 他一方面很后悔 自己打死孩子 一方面他始终都不明白 自己做错了什么 他一直在问大家说 你们说我还能怎么着 我还能怎么着 就是听上去能做的事 他都做了 他劝过 耐心的说服过 反复的道了过 使劲的嚷嚷和吵过 一概不听 然后给花钱 买东西 奖励 利诱 比方说我都给你找好特好的工作了 许愿 许愿 对 然后包括我自己先带头 不抽烟不喝酒了 就是他一个这样的爸爸能给的已经全给了 他还怎么样 正像您说的 我觉得你看他爸爸做了这么多的努力 实际上都是从他自己这个角度来出发的 他没有从孩子角度 对吧 就是我希望你怎么样 我怎么能照顾你 都是从自己角度出发 那么他没有真正的去关心孩子要什么 孩子关心的是什么 比如说 比如说孩子要我要自由 我要你对我的尊重 对吧 那么他都是做的是反的 所以我觉得家长跟孩子建立非常好的沟通 非常的重要 而且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一定要赶快要求助 求助 对 不要等到最后的时候 如果你求助一个方法 没有效果 你要继续求助 比如单位里有经验的 我是个家政工 他们都说我长得像电视台的主持人张月 我为我自己代言 又是您破费 我碰着了吗 这哪是找保姆啊 这是找保镖吧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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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今天我就给你算清楚 来吧 天天搭着了 俩手 啥也不会干 嘿 哎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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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